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哈喽? 在 Confession Page 有发生过一个头牌事件 然后有引起很多在校生的一些争论 我看过就好像我猜想 应该就是导演觉得这个时代有太多类似的事情发生 所以才想要以这个影片呈现给大家 也算是提醒大众 不管发表什么言论或者是评论的时候 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可能我们不在意的一句话会伤害到别人 我的心态跟故事里的主角会差不多 会有想要报复的心态 这一次又要自己一个人会不会忍受啊 因为其实这个情犯到个人的隐私 偷牌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都想是偷啊 偷这个单词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单词 是贬义死来的 所以肯定是不好的啦 我叫瑞阳 然后我是这个剧组的灯光还有super crew 比较难打的是那场在楼梯的那个戏 因为我们的灯是要从树林打过去 那楼可以打 可以可以 因为那里的路非常的小 而且有 我们有四个人要站在那里 同一个位置那边 所以很急 而且很多蚊子 我叫黄永胜 然后我在这次剧组是制作人的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打篮球那场戏吧 因为比较多动作 camp要追也比较难追 重点是我有眼 我是这次Anonymous的导演 我叫Jack 因为我们这次的整个故事是算蛮长的 可是我们的拍摄天只有两天而已 是有点赶的 可是大致上我是觉得还有一个70%的满意度啦 我叫Jason 然后我是这个Anonymous剧组的摄影师 技术上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比较难的 不过因为我个人比较不熟悉技术啦 因为我很少做 你做什么 我是BTS 技术上的问题就只是器材上的问题 我们用的器材也不会多啦 只是因为我平时没有做什么摄影师的经验很少 所以我对这些器材不熟悉 这只是可能会导致一些delay这样 我叫Cosin 这一次我在这个剧组我担任的是 如你们所见戴着耳机 手拿着H4 就是收音师 第六场 那个Om有装了Blim 然后因为那个Blim一直松有问题 就会发出各种事情 那边又一直有车经过 然后楼上又有人看电视 那声音一直会干扰到我们这边收音 所以比较辛苦 就是取到手也酸掉了 还有什么跟我们这边 不要跑 等一下我们这边 我再打到他的左边 他的 就是这样点他 像他吧 像他吧 夹红不要走 走啊 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糾纷 很多很多的不和平 很多很多的乱 都是因为一些小小的舆论 小小的举动 可能偷拍 你觉得不会怎样 可是哪里知道 就变成一个杀人案件 谁知道